有据的地方是什么呢 马英九告诉大家说 我过去执政八年从来没有卑躬屈膝 我们就来还原你卑躬屈膝几次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画面 这是陈云林啊 第一次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马英九当然不可能用总统的身份去接机了 他派谁呢 他派高口连 规格之高 什么意思呢 整个高速公路接到人之后呢 是有前倒车来接引的 然后到中山北路他所下榻的饭店呢 基本上完全叫道路封锁 旅馆呢完全拉起蛇笼管制 在中国这个说法叫做给领导人的一级警戒 这是当年的画面 他是习近平吗 错 他只是国台办的主任而已 陈云林来你给他元首级的规格跟接待 这是第一个画面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画面 当时陈云林来的时候呢 台派还有民进党 还有许多包含赖清德那时候时任立法委员 带着民众 这是在哪里 在金黄饭店 在金黄饭店门口去抗议 但是呢 警方是用什么方式来对待 自由民主跟多元社会之下 台湾民众的心声呢 驱离 再不然呢 用包围策略想办法让你离开 为什么拿国旗要被打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赖清德在画面 最后去的地方是呢 民众带着国旗 举的是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满地用国旗 拿国旗呢 基本上被扯掉 拿国旗呢 直接呢叫你收起来 我们是再带我们的国家 拿这个国旗伞也不行啊 拿国旗伞通通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呢 时任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告诉大家说 这不是代客之道 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是啊 统促党的人举五星旗 去欢迎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导 结果呢 满意久的警方视若无睹 我们的民众带着中华民国国旗 去现场抗议 被当作暴民处理 下一个画面 这个更扯了 对 这次他叫上扬唱片行 这个上扬唱片行呢 只放什么呢 他是放民进党的革命歌曲 民进党政权的歌曲啊 不是 他放的是台湾之歌的主曲啊 有各种丢丢丢啊这些啊 台湾的民谣 结果呢 因为陈玉琳会经过这条路吧 结果警方立刻进去 干什么呢 请你立刻停止播放 这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匪夷所思 你们要求他把铁门拉下来 将立刻关 把音乐给我关掉 把铁门拉下 你不要营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看到 习近平的特使 陈玉琳经过看到之后 人家会觉得不高兴嘛 陈玉琳来台湾有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来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公安吗 这台湾职访 他们有他们国安单位的人 来这边做维安嘛 但是呢 我们自己国安单位的人呢 把自己当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保安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 这就叫做舔购嘛 东老师 冲出江湖的马英九要走什么路线 马英九没有路线 他就是投降这两个字 那蔡英文路线跟马英九路线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很根本的不一样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对台 从那上任以来就跟所有的台湾人民讲说 台湾不要再认为我们台湾叫做小国小民 我们台湾是我们是连结是世界的一个好国好民 我们的经济 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友善国家 跟我们做善意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全部的希望 或者是我们重要的技术 放在那个长久以来 对我们有敌意的中国 那我们当我们没有挑衅他 比如讲马英九说 现在台湾战略很危险 我们去挑衅等等 大家试看 大家试想回顾这几个月来 我们台湾从总统到媒体 到任何民意代表 哪一个人说过说 我们要去把抓拿习近平 来台湾接受审判 哪一个人说过 我们要去斩首计划 把他们摧毁他 我们从来台湾 从官方到民间 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我们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捍卫我们台湾的主权 我们做的就是维护 我们这个家园的一个决心 跟一个对外的一个宣誓 反而是中国他一再的就是说 甚至连说要抓拿台湾的 包括总统 包括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 都要抓拿 抓去北京受审 连这种话都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真正迫害 真正迫害我们两岸之间的和平的 那如果说在意这件事情 真正迫害这样的和平 其实是中国所挑起来的 不过马英九前总统的说法是这样子了 一连串从8月10号8月22号 你看8月23号在这个前行政院长 郝博孙的追思会里头 他怎么说 我做8年总统跟大陆打交道了8年 签了23个协议 每个都是平等互惠 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见面也是平起平坐 没有任何卑躬屈膝的情形 来注意听这句话 没有任何卑躬屈膝的情形 是这样子吗